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句话 此外 you may find that some players put themselves in danger 所以你就会很快的 也许很快就会find的注意到发现到 发现到后面这个 that加的子句这个事实 它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用that加子句表达 所以你很快的就会发现到 很多很多的玩家 put themselves 把自己放置在 indanger 放在危险当中 好 我要先讲的是that 这个that所后面加的名词子句 当作售词 that可以省略掉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看例句 Mr.John say that that he just moved here 3 days ago 好 我们的琼斯先生说 说什么 他说了后面这一个中瓜胡 he just moved here 他只是刚刚搬到这里 3 days ago 三天前 这个he just moved here 3 days ago 就是一个子句 而且它是名词 一个大名词子句 用that that来做这个名词子句 来当作售词 你看这么长是一个售词 当作说这个动词的售词 那这个that是可以省略的 再来第二个文法叫 put someone into danger put someone in danger put someone in danger 把自己放置在危险当中 使自己陷入危险 例句 you may put yourself in danger if you cross the street without looking around first 你呢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咯 假如 假如是一个连接词 假如你呢 crow the street cross是穿越 当你在穿越马路的时候 在过马路的时候 好在过 在穿过马路的时候 without没有 你没有looking around 什么叫look around 先左右两边看一下 looking around 左右眼两边都看一下的话 你会让自己有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 这是接下来手机要说 手机会有的缺点 举例来说 for example for example又画起来咯 很重要 举例来说 这个片语它一定要放在 这个介细词片语 它一定要放巨手打斗号 for example 举例来说 they try to catch the monster in again 这些手机的玩家 当他们在try to 尝试着to catch 尝试着要去抓住 抓住一个手机里面的怪物的时候 in again 在游戏当中 这时候呢 他们刚好当他们也在 they were crossing the road 当时他们正在 crossing crossing the road 在过马路 当他们正在过马路的时候 他们刚好在抓这个 抓这个 抓这个妖怪 会发生危险 会啊 好 那你看到这个when 来重属连接词when 它的用法 when是表示一个时间的 一个连接词 它可以表示两个句子当中 动作可以同时发生 那如果这两个动作呢 有一个是持续比较久的动作 常常都会用进行式 有没有看到 它如果是一个常常会用比较久的 持续比较久的动作的 就会把它让它变成进行式 所以这里啊 they were crossing the road 这里就是用进行式 有看见吗 when they were crossing the road 如果当他们那个当下正在过马路 他们呢又刚好要try to catch 要去抓这个怪物的话 这两个try to 尝试抓妖怪跟正在过马路 这个过马路的动作是可以持续比较久的 我们就用进行式 那比较短暂的这个catch try to catch 要抓怪的这个动作是比较短暂的 就用简单试就好 好 再来我们看第六个 所以这样子就发生了很多意外啦 因为大家都低头过斑马线 所以lots of叫做很多 很多后面要加复数 lots of accident叫做很多的意外事件 很多的意外事件就happened 就发生了happened 很多意外事件发生 原因就是因为 because the players 因为很多的手机玩家 他们都在looking only at their phone screen 他们只有looking正在看着 only是只有 他们只有looking at 只有在看自己的phone screen 手机萤幕 而不是instead of 这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叫做而非而不是 好 而非不是looking at their surrounding 他们并没有 而非是看着look at their surround surrounding surrounding是环境周遭 他们没有而非看着环境周遭 他们只有only looking at the phone screen 只有看着手机萤幕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instead of 这个介细词片语呢 他前后加了两个介细词 对不对 一个是at their phone screen 第二个是at their surrounding 他用这两个来表达 看了什么而没有看了什么 而非看了后面这个环境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七句 此外还有什么危险 除了过马路没在看 还有呢